张国焘 我的回忆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 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 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 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 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复原 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 也会使我们赴救良身 就因这种大义所在 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 导险泛南已为因缘 不料我们这种持缘行动所招致的 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 随之而来的 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 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 一面做渡江的准备 当时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 行踪飘忽 方向不定 而且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 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 我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 如果他们无此力量 我们自不愿贸然放弃川北苏区 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 觉得他们必定渡江 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 水流湍急 两岸多是悬崖抖壁 敌军邓西侯 田松瑶两步 巨险射防 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 可称天险 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 最后选定由苍西县城附近地区渡江 这里江面甚宽 对岸又有地方重兵驻守 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选择为然 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 而且敌人绝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 我们正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我们利用这一代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 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 我们首先要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 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 调动五百多个懂得造船 把舵熟安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 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向登陆艇的小船 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 可供一般人十二人渡江之用 我们利用这些船只在沧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地方 训练官兵的渡江动作 还修建由王家坝到沧溪的道路 以便将这一百只船翻过高山 搬运到沧溪附近一条小河沟去 1935年4月间的一个夜晚 我们一切准备好了 实行敌前强度 不幸我们的渡江计划 事前已为敌人获悉 敌方的高级将领在沧溪对岸 一直监视到午夜 没有发现我们的丝毫行动 他们怀疑他们的情报不可靠 判定在这个宽于三百公尺的激流江面 对岸并没有任何船只 因此他们的戒备松懈了 可是就在这晚夜深三十左右 我们成功地渡过嘉陵江 我们运来一百条船 都隐藏在敌人所看不见的一条小河沟里 三十左右一起出动 指使对岸很顺利地夺得了敌人的滩头阵地 我军大队跟进城市扩展 一个接一个地攻下了 沧溪对岸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 我们这一度将行动使敌人为之惊奇不已 由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 做得相当周密 我们夺得了敌人所扣留的大批船只 很迅速地在沧溪县城的嘉陵江渡口上 建成一座浮桥 等到第二天进五 敌机分批来轰炸的时候 我们建立浮桥的工程完成了 敌机的投弹技术四步高明 在浮桥周围投了几百枚炸弹 始终无疑命中 邓西侯 田松瑶两步阴后路被我军抄袭 乃进撤嘉陵江之房 退守剑阁 紫童 严庭县城 我军控制了嘉陵江上下月一百里长的东西沿岸 并向剑阁 紫童 严庭追击败退之敌 我们虽然成功地渡过了嘉陵江 但敌人所加于我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强大 蒋介石本人在当年一月间集成到重庆部署对付我们 他的军队分由长江及贵州入川的已不在少数 被讲改编的原地十九路军的三个师 早已到了我们北面闪干南部地区 这些新调来的敌军大约在几天之内就会破禁我们了 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 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 敌人急叫嚣 共匪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 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 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 珠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 不难在滇前地区予以歼灭 贺龙肖克的一股 即第二第六两军 统称第二方面军 在川前恶边界流窜 实力最弱 只需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 事实上 敌方的主要注意力也一道红四方面军来了 我们东面的川军 因我军主力渡过了嘉陵江向西移动 迅疾占领通江八中县城 正向南两江挺进 这时徐向前以律部由以龙前线后撤 经沧溪渡江 陈昌昊只能在这个区域部署少数游击部队 以八山山脉为依靠 做些牵制性的游击行动 陈本人则律殿后部队向沧溪击退 不到几天 我们三人又在建阁附近地区会合了 建阁紫同地区是川闪公路上的要冲 敌方很容易由南北两方来夹击我们 我们是不能在这里久留的 我军乃向西继续移动 以占领江游平武北川一带地区为目标 而另一方面 敌人见我们占有了川闪公路的要冲 可能南下成都 也可能北西闪干 我们也就将计就计 大肆宣传 并向南北两方做阳攻性的游击行动 就这样 川闪干人心为之震动 继扰乱敌人耳目的行动之后 我军主力集游建阁京青红坝 直指江游 江游南面三十里的中坝 是川北商业汇集的地方 由小成都之称 从青红坝向江游前进七十里的路程中 近视平坦的带 种满了一望无际的英素 五颜六色的花朵 争其斗艳 确实美观 这是我入川后所看见的最大幅的英素地 梁田梅土 竟为毒物所占用 不免感慨细枝 我军陆续向江游集中 江游 中坝两个据点是由邓西侯部防守的 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围住这两个据点 大部则分住在这个复数区域内 以获得物质补充为主要目的 同时 我军又分两路向北夺取平武 向西夺取北川 这时胡宗南部已先我占领了平武县城 我军即在平武附近与胡宗南相置 保障我军北面的后路 至于北川则为我军占领 成为我军西进的踏脚石 这时狄基的活动大大增加 四川各军阀的主力都从东面江游以南地区集结 他们的行动似不如我们的迅速 狄基的活跃表示蒋介石调集四川的飞机已蓄有增加 企图阻止我们向南进攻 我们曾在江游地区与狄基捉了一个时期的迷藏 当狄基来侦查的时候 我们固设移兵 侦查机一走 我们又进撤这些移兵 并通知附近的老百姓立即驱避 因此狄基在这个区域所投的大量炸弹 大多落在无人的山林空地上 这已是1935年5月间 是我们决定今后行动方针的右翼紧要关头 我们的川北苏区已经放弃 红一方面均能否渡过长江仍是一个疑问 我们现在所占的江游平武北川一带地区 本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区域 尤其是北川的村落中 藩族比汉族的人口为多 如果我军再往西发展 更是藏族集居之地 根据这个决策 我又向会议提出了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 我说明在新占领区域内 只能实施我们出入川时所制定的 入川纲领中废除科捐杂税等条款 暂时还不能组织苏维埃和实行分配土地 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宽些 我们不反对少数民族部落中的酋长投人 喇嘛阿恒等 而且要帮助他们组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 这些自治政府派代表会同汉族所推举的代表 共同组织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会议接受了我这个提议 我们就开始组织西北联邦政府 原任第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 被推卫这个政府的主席 并制定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 布告各地 这策讨论比较出入川时指定的入川纲领要详细的多 我们认为红一方面均离开江西以后 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 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所组织的西北联邦政府 将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能行使职权时 仍是它的一部分 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 首先强调抗日反奖的重要 继而说明这个政府的形势 是适合于西北多种民族的地区的 这个纲领的条文 主要是废除科捐杂税 减租减息 不乱捕人杀人 反对军阀统治 反对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严禁鸦片 支援红军等 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则规定 各民族各部落自治 由头人召集当地他本族的人民会议 组织自治政府 各自治政府均需遵从联邦政府的共同纲领 但联邦政府不应干涉所有自治政府的习俗 如宗教自由和头人的特权等 我们暂时以北川县城为西北联邦政府的所在地 这个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北角 汉藩杂处 藩族及藏族 汉人多聚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藩族各部落则散居在较广大的山区 藩族中又有生藩熟藩之别 这一代的藩族多能说四川话 生活习惯以多汉话被视为熟藩 在四川西北的西康地区则多生藩 他们不会将四川话也很少与汉人交往 保持着原有部落的语言和习俗 北川县是一个崇山峻岭的地区 西街民山山脉的大雪山 县道多是顺着食言的形式雕凿而成 蜿蜒险峻 县内河流湍急 有类瀑布 有些地方为了河道的畅通 还经过石宫的开凿 这里到处都表现出石宫的伟大工程 令人惊服 当地人民崇拜历史上治水的圣人大禹 认为他出生于北川 全县大禹庙不少 我想这大概是与鼓励石宫修道治水的是有些关系的 这一代地势高寒 稻米和英素的栽种都不适宜 只产些青磕 麦类 豆子和包谷等 我们到这里好像是身旅异域 我军中占大多数的通南巴战士也不例外 我们在全军展开教育运动 主要是训练战士们与少数民族相处 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等 生活上要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 学习他们用手吃三八 我军战士素以大米为主要食粮 改吃三八是很不习惯的 陈昌浩就曾许多次向战士们示范 吃三八一时成为他政治工作的主要项目 周春全所主持的西北联邦政府也积极展开工作 他在北川和北川西南的冒陷 物色了各部落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 他向这些代表解释 红军与各部落亲如一家 帮助他们解除军阀的压迫 绝不反对他们的投人和宗教习俗 只要求他们与红军和平相处 他也说明西北联邦政治的远景 将来设立各民族的自治区 如藏族的自治区 回族的自治区和蒙族的自治区等 他要求这些代表将政府的纲领 和红四方面军的意向 传达到西北各个部落去 事实上这件工作也已做到相当满意的程度 我们在北川工作了约三星期后 这时已是五月底六月初了 集结到第一方面军偷渡金沙江的消息 我们立即实施测印的计划 将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 第三时军奉命由汶川渡民江 经过礼藩茂攻 直指大渡河 扫除这一带的敌军 以便红一方面军能够安全渡河 第九军和第三十一军 则由江游平五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 对付这方面的敌人 第四军北向松攀 作为我军北面的屏障 当时敌军对我们是如影相随的 我们退一步 敌人就跟进一步 我第九第三十一两军撤到茂县北川后 给予优势的四川军 在这一带的东南地区发生激战 这是茂林秘竹的山区 敌军到处钻我们的空隙 我军则分别截击 第四军挺进到松攀地区时 胡宗南的军队也赶到了 两军集在松攀县城附近激战 结果胡宗南部占领了松攀县城 我第四军则控制着松攀县以南的险要阵地 使敌人不能南下威胁冒陷 我第三十军兼程前进 在茂公以南约一百里的地区 宇宏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 这次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的行动异常迅速 大渡河是有名的天险 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步 就是在这里渡河时为清军所消灭 我在茂县接到第三十军尘室采礼先念已与一方面军会师 一方面军的全部正向茂公集结的电讯 当时我和同志们都为之欣喜若狂 我钦佩红一方面军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 并商议如何为劳红一方面军的战事 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立即致电毛泽东等同志 向他们道贺并告诉我将赶往茂公面谈一切 这样红四方面军不顾艰险 侧应一方面军的任务算是达成了